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红禅 我们知道全红禅是已经结束了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跳水表演赛 那最终的话他跟队友通力合作取得了一个第三名的成绩 当然这个成绩算不上非常的出色 不过全红禅自己在十米台的个人跳和双人跳当中的表现还是相当稳健的 谈不上经验,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这次宝贵的比赛 的确是为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济 同时的话他跟主教练陈若霖 这也是第一次的合作 这个也是显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那么全红禅也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待遇 可以说他的名气如果说放在奥运会之后 可能大家觉得在中国全红禅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其实在跳水界 那么全红禅通过此次在阿联酋阿布扎比 之行受到的这种待遇来看的话 他已经成为起码在跳水这个业绩之内 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年轻选手 一个然然生起的新星了 可以说他的这种影响力 虽然说仅仅参加了奥运会一次世界大赛 已经完全不输给自己的世界 也是现役可以说堪称 女子跳水界的第一人石廷茂了 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12月20号全红禅 结束完自己的一个跳水比赛之后 那么在当时的话 这个作为国际跳水联合会的主席侯赛英 在记者还没有完全提问完的时候 是兴奋的将话筒给抢了过来 然后自己发表了一番对于全红禅的崇拜和喜爱之心 他直接就表示全红禅的表现非常好 现在你已经成为国际跳水联合会的骄傲 也就是FNA联合会的骄傲 希望未来的话 在每一届的世界赛当中都能够看到你的身影 可以说这番的表态的话 也是让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咱们知道 跳水在国际范围内 算不上是一个关注度很高 或者说是影响力很大的比赛 所以说在全红禅出现之后 很显然让跳水联合会的这些官员也好 包括主席侯赛英先生在内也好 看到了可以将跳水更加去推广出去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话 他们会将全红禅看作是国际跳水联合会 或者是跳水这个项目的一个代言人 将更多的这种资源或者是比赛的机会倾向于他 甚至有可能会为他专门开设一些这种表演性的赛事 借助全红禅来进行这样跳水项目的一个宣传和推广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跳水它不是一个受关注度很高的项目 所以说在未来的话 它面临着很有可能会跟举重这样的项目一样 有可能会被削减在奥运会当中的地位 而去让奥运会重新拥抱一些 更适合年轻人或者说是更新的一些项目进来 所以说这个侯赛英的话 应该也是感觉到了这样的危机的存在 因此希望借助全红禅这样一个非常年轻的跳水明星 将他打造成一个 可以说是跳水界的一个超级巨星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说 原第一全红禅本身具有实力 那么再加上这种跳水联合会的加持的话 他有可能会成为历史跳水界的第一人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这就好比是84年加入NBA的乔丹一样 其实我们现在提起篮球 那乔丹的知名度绝对是最高的 而且在业内也通常会把乔丹认为是篮球历史上的第一人 但其实乔丹真的实力就是碾压所有篮球界的巨星 我觉得这个未必 但是他篮球界第一巨星的位置却非常的稳 为什么呢 除了他自身非常实力的原 强大的实力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跟乔丹一起进入到NBA的 还有这个大卫斯特恩 这也是NBA上一任的这样一个总裁 那么他提出了NBA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策略 将NBA推向全世界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找一个代言人 而他选中的正式乔丹 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乔丹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实力 同样也离不开斯特恩这个NBA全球化的策略 那放到泳池里边也是一个道理 看出来侯赛因是非常希望将这个跳水这个项目 推广到全世界提高他的一个影响力的 而这个时候全红禅的出现 无疑让他有了实现这个宏伟报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砝码 所以我们对于全红禅的未来 应该说是可以怀有更高的期待的